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欧三天行程的最后一天 跟欧盟说就是要表达 美国和盟邦合作的重要性说 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还要重要 显示美国要重振欧洲结盟和伙伴关系的决心 先来听听布林肯的最新说法 而美国总统拜登稍晚也以视讯方式参加了欧盟峰会 向欧盟各国领袖发表谈话 纽约时报就报道 布林肯这趟欧洲行重点在修补美欧双方关系 只见布林肯发动了赞美攻势 称赞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范德莱恩 试图创造良好的氛围 这些都是动辄扬言 退出北约批评盟邦分担军费太少的前总统川普时期 没有办法看到的光景 而拜登随后就和27个欧盟成员国 讨论了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欧盟还欢迎拜登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路透社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视讯峰会上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强硬立场 德国和俄罗斯建立天然气管道的努力 以及美国坚持欧洲人在国防上面 花费更多的坚持都是双方关系的焦点 现在欧盟22号呢 针对了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 上面向大陆实施制裁 而大陆立刻也进行反制 将欧盟10名个人 还有4个实体列入黑名单 其中包含5名欧洲议会议员 因此欧洲议会呢 也决定取消原定23号就签署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举行的审议会 为CAI进程投下了变数 其实呢中欧投资协定呢 是在2020年就是去年12月底 欧盟职委会和北京完成了持续7年的谈判 按照原先计划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呢 是要在这个明年的法国担任 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期间来正式签署 同时交由欧洲议会批准生效 但是呢现在大陆和欧盟 为了新疆议题相互制裁 引爆外交争端 现在欧盟负责贸易政策的职委 叫做杜姆布罗夫斯基斯他警告 大陆的制裁举动恐怕 违及去年底才刚完成谈判的协定 而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 社会民主党团更是表明 北京必须要先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 因为这是开始审议这项协定的先决条件 新疆议题现在烧到新疆棉花 瑞典服装零售品牌HMM一年多以前 涉及新疆棉花采贡一则旧的声明 现在引发大陆网友大陆企业全面抵制 因为他去年呢这个HMM的旧声明当中呢 表示拒用新疆棉花 并且指称新疆棉花是对少数民族的 强迫劳动歧视下的产物 要当作是血棉花 而这则旧文现在被大陆官媒 在这几天挖出来了 25号HMM已经从大陆主要电商 百度地图APP中消失了 淘宝京东上面搜寻关键字 HMM还有HMM 以及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 还有百度下面的地图搜寻APP 进入这些HMM都没有任何的结果 因此呢对于媒体报道内容 现在京东是拒绝发表评论 而阿里巴巴还有百度也没有立即回应相关的询问 现在大陆外交部25号的记者会呢 被问到大陆商务部 是不是有要求电商来下架HMM之类的这个自串呢 发言人高峰说 关于某些公司对于某些虚假讯息的所谓商业立场 大陆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回应 并且采取实际行动 发言人说希望有关公司可以遵守市场规则 调整不良行为避免业务政治化 同时还补充 欢迎外国公司在大陆进行正常营运 并在新疆投资和展开业务 可是HMM大陆代言人宋茜还有黄轩 都紧急宣布和品牌切割关系 江明事件现在从HMM延烧到 美国运动品牌Nike Adidas跟Puma 甚至是其他品牌Uniqlo Converse跟Tommy Hilfger 陆续都被卷入遭到大陆网友清查抵制 因为Nike去年3月也有一份声明 当时这声明说公司产品没有雇用 新疆维吾尔族员工 也没有使用新疆的纺织品和纺杀 被大陆网友挖出声明之后 也遭受抵制风波牵连 更引起大陆内部扬言抵制要求离开大陆市场 甚至传出来有知名电商平台的德物APP 说有一份将会无限期下架Nike产品的声明 但是因为大陆媒体南方日报后来报道 在德物APP的Nike鞋款不但没有全面下架 反而交易量是不断的飙增 经典的鞋款Air Jordan更是抢到缺货 交易界面整个是不断的被刷新 几乎每一分钟都有把大批的用户来下单囤货 似乎就是怕Nike被封杀之后再也买不到鞋子 可是现在代言人解约的浪潮 持续在扩大当中横扫微博的热搜榜 迪利热巴彭于晏 王嘉尔Angela Baby 还有易阳千玺跟Adidas来解约 欧阳娜娜是终止跟Converse的合作 那许光翰呢也紧急终止和Puma 还有Calvin Kett Klein的一切关系 现在这个棉花乱呢 好像也烧进了精品圈 大陆女星周冬宇才发布紧急声明说 果断切割代言品牌Barberi 指称在知道新疆棉花事件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跟这个代言品牌Barberi 来联系核实具体的情况 可是Barberi没有明确公开表达他的态度和立场 因此即日开始终止和Barberi所有的合作 而紧接着另一名大陆品牌代言人宋威龙 也接力声明终止和Barberi的合作 因为周冬宇和宋威龙这两人在新年时期呢 才一同为Barberi拍了唯美的唯电影 过往呢跟这个品牌呢 其实关系非常良好 一夕之间现在灰飞烟灭了 来看到的是长荣海运的消息 他们租用了这个长四轮23号搁浅苏伊士运河之后 导致运河航行受阻 全球货物贸易损失 现在估算出来每个小时 约达到了4亿美元 就是新台币114亿每个小时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如同彭博的报道 意外造成了超过100艘的货船 在这个运河外头滞留苦苦等待 事故排除之后的通行 因为苏伊士运河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路之一 连结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南北双向水运 船只呢如果经过苏伊士运河 是不用再绕过非洲南端 可以大大的节省航程 现在呢这起意外势必造成了大塞船的情况 而全球物流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现在长四轮的船东呢 日本阵容汽船公司呢 其实已经在官网发布声明之前 直言说呢脱浅作业极为困难 而荷兰这家公司接受了委托协助这个长四轮脱困 它叫做它是荷兰的海上救援公司 叫做Bose College 他的执行长呢波德多夫斯基说这艘巨型货柜轮长达四百公尺 可能需要几天或者是几个星期才能脱困 他说脱紧的第一步是卸除这个船上的燃油还有压舱水 然后呢在涨潮的时候呢再移动看看 如果这样还是没有用的话 工作人员就不得不把货柜给卸除 然后再试试看挖出来 或者是冲走船只搁浅处的泥沙 这边BBC呢特别画了三张图 分别是在讲说 为了让这个长四轮呢 可以脱困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使用八艘的这个托船 来托动这个货柜轮 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清除这个淤泥的部分 第三个方法就是刚刚提到的 现在货柜公司最后想到的就是 移除这个货柜轮上面所有的货柜 可是这有可能吗 现在各个方法 现在各方面大家都在协调当中 而其实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原油价格本来是上涨的 现在呢收跌了 因为呢欧洲收紧的防疫措施 缓解了原油船货被卡在苏伊士运河外的 潜在影响加上美元走强的关系 现在原油是下跌的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你掌握最新状况